布布姐姐力爆表,修杰凯离家后她做到了三个字,佳静雯看到很感动。 今天播出最新的一期妈妈带娃记,贾静雯和布布,伯妞又和大家见面了。 修杰凯一走,贾静雯刚一开始还是轻车熟路,和孩子们玩耍起来和合拍。 布布也是十分的听话。记得修杰凯要离开家时,贾静雯有点担心的样子。 布布脱口而出,我,赵,雇你。当时,贾静雯听了就很感动。 这么小的布布都知道照顾妈妈了,虽说是一句不经意的话,没想到布布却用行动做到了哦。 贾静雯考布布认识蜡笔的颜色,每次布布都答对了,和妈妈顾着去庆祝了,声音都很大的,布布这个时候都会跟波妞说,不要怕。 好心细的姐姐啊。 贾静雯和布布一起去画画了,没留心波妞,一岁多的宝宝,很好奇蜡笔,直接把蜡笔放嘴巴里了。 等到贾静雯发现时,波妞都已经放嘴巴吃得津津有味了。 加静雯慌张地把波妞的小手拿开。 布布看到了,也是一脸的紧张,那小表情似乎在说,不可以吃啊。 我的妹妹。 波妞嘴巴里肯定还有蜡笔残留,这个时候布布可是很像一个大姐姐的样子。 立马站起来说,我去拿卫生纸。 布布好样的,真是姐姐力爆表了,才两岁得多的布布就知道帮助妈妈照顾妹妹了。 甲静雯要布布去拿椅子上的白色毛巾,这样可以帮助波妞擦嘴巴,顺便刷一下牙齿。 布布拿到毛巾了,就想试着自己去给波妞擦嘴巴,就像一个小大人的样子。 布布布这个时候也没闲着,她开始收拾刚才的玩具了,平时爸爸修杰还在。 她一般都是爸爸收拾的,这次看到妈妈辛苦了,好懂事知道帮助去收拾玩具。 等到甲静雯去忙了,她拿起食物喂着波妞,当波妞噎着了,也知道学着大人给喂水,还知道试一下水温哦。 布布布实在是太懂事了,这么小的孩子就知道去顾及他人,只能说甲静雯和修杰凯平时教育的很好,布布知道自己是姐姐,很有姐姐的样子了,波妞太幸福了。 修杰凯看到应该也会很欣慰的,二拍家庭可以学学,看完有没有想生二拍了。 甲静雯对布布的赞声不断,妈妈的小帮手,真的会顾妈妈,也会顾妹妹。 甲静雯